蘋果讀者們大家好 這是向陽 2016年中國新歌森亞軍 26歲新加坡歌手向陽 來到洛杉磯的藝術節當表演嘉賓 他接受蘋果專訪 聊聊他的近況 新歌森以後呢 在新加坡特別瘋狂了 因為 我之前有在新加坡 做音樂了差不多90年吧 但是 比賽以後 生活有點改變了 所以 在新加坡特別忙 那也是開始在中國發展 所以一般時間花在北京 大多數的時間還在花在音樂上 因為我自己就是做 做曲做編曲 但是跟中國的製作人 一起做 合作中一個歌詞 打入中國市場才不久 他說 他會摸清楚中國聽眾的口味 那他有沒有向節目中 他的導師周杰仁請教一下呢 沒有說有保持練習 好像 嗨 What's up 嗨 不就這樣了 只是好像 如果有發一個新歌 就給他的助理 或者他的製作人 聽一下 他們會給他聽 因為他自己也是很忙 我不要 我不想打擾他 可以在節目的時間 跟他一起合作 已經算是 很有幸運 他說第一次見周杰仁的時候 本來是安排練歌15分鐘 但是 那我們花了15 20分鐘 一首歌都沒有唱 We didn't sing a single note 我們只坐在那邊彈音樂 他說這個很好 這個不太好 這個可以修一下 以後這個可以這樣做 過去一年半 他在新加坡北京兩邊跑 他說最不習慣的是天氣 新加坡如果不是很熱 就是下雨 所以 最多只是要帶個雨傘出來了 出門了 不會很難 但是在中國 出門之前 我還是要看一個天氣的APP 我最喜歡北京的就是 在他們的路上 如果是騎腳車特別方便 因為在新加坡如果要在路上 騎腳車很難 因為沒有那個腳車的道行 當被問到有沒有女朋友 他嚇到露出上排牙齒 不直接回答 這個 我相信 如果網友們真的想知道 你們可以發現到 那兩地跑來跑去有影響感情嗎 嗯哼 一定會 尤其是因為 我從小一直在新加坡出生長大的 在別的國家工作 會 會 有時候那個文化很不習慣 嗯 嗯 就是在內地工作 很多女生偷懷送房嗎 哈哈 不會了 不會了 蘋果歡禁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鎮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集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 我們會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